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我们正以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机遇 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 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我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就是为了助力世界现代化 实现共同繁荣